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晚上是我们熟天医治的聚会 这个美好的聚会 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福悲满意的演习 这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需要的聚会 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们喜悦的聚会 是我们得建造的聚会 是我们得治愈的聚会 是我们被兼顾的聚会 是我们享受耶稣得胜的聚会 是我们相信和持守神对我们的蒙约的聚会 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是神儿女 我们拥有熟天的一日 拥有完全的健康 这是属灵的真实 是神 他在圣经当中 贯穿 准本旧约到新约 他完全 人应许的启示之一 他怎样赦免你的罪 也怎样医治你的级别 所以这样的聚会呢 非常的重要 阿们 能够帮助我们神的孩子 在真理上建立强大的信心 好 今天晚上我要分享的一个主题 是关于神的医治 在旧约和新约 都是神完全的因素 就是神 他医治的约 医治你必须要认识到 是神的一个蒙约 我们做生意要签合同 是不是 与人交往之间有一些承诺 不仅是口头上的承诺 有的时候需要用文字的方式 比如说 协议啊 合同啊 对不对 为什么要用文字的方式 和合同的方式 把它写下来了 想过没有 记住听众姐妹 用文字的方式 合同协议的方式 把它写下来的目的 就是把它固定下来 跟我说 固定下来 口头说 可能你人还会改变 口是无凭呢 他前面说了 他后面他不承认他 前面说了 后面他变了 是不是 前面他说了 后来他又不真心了 怎么办 你找谁去啊 所以 当他用文字的方式 用协议的方式 用合同的方式 白纸黑字 把它写下来 弟兄姐妹 这样一坐下来 一写下来 形成合同的方式 合约的方式 就固定下来了 阿们 当固定下来 他就不能再改变 是不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 为什么神的儿女 在医治上没有信心 因为他容易摇摆 你记住 今天你没得医治 你有病 你身体有病 没得医治 不是神的事 神已经 透过圣经 他的话语 白纸黑字 把官员他 一致的约 固定下来 那如果你不相信 你不承认 那就是你单方面 让私会合约 你明白吗 人们很容易 习惯于听人的 人们习惯于听魔鬼的 魔鬼让他看症状 魔鬼把疾病 把症状夹在他身上 魔鬼告诉他 你有病 你生病了 是不是 然后去医院一检查 报告一出来 有病等等等等 你会发现 人很容易听人的 很容易听看环境的 很容易听魔鬼的 很容易看症状的 很容易凭感觉的 很容易人的思想 飘来飘去 三心而已 是不是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每周 都有熟天一致的聚会 为什么每周 都有烈火恩高的聚会 这样不断的 重复的 持续的传讲 熟天的一致 就是要让这些 心怀二意的人 三心二意的人 怀疑不信的人 摇摆不定的人 他能够怎样 他能够 他能够 忠心的 专一的 固定下来 把神一致的跟你 一致的约 固定在他的里面 阿们 所以如果一个人 其他的什么都不听呢 他只听神的 神怎么说 他怎么听 神怎么说 他怎么信 神关于他的应许 已经白纸黑字 写在神里面 神已经固定下来了 现在就是你了 你要把它固定下来 你要单单的听信 真理得到 抓住神对你的应许 把神对你的应许 固定在你的心里面 固定在你的思想里面 固定在你的情绪里面 固定在你的身体里面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这样的被训练 这样的被建造 你听着 没有任何疾病 能够攻击你 没有任何魔鬼 任何症状 能够打败你 你活在神的话语的约里面 一致的约里面 你就享受它 熟天的医治 完全的健康 阿们 好 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 是医治的约 来 首先我们看一些经文 免得你说 陈牧师讲道 又不读经文 是不是 听文经文 来我们看经文圣经 首先我们要看 出埃及记的十五章 二十六节 出埃及记的十五章 二十六节 好 找到了没 好 我们读一下 这里的经节 出埃及记的十五章 二十六节 嗯 又说 你若留意 听耶和华 你神的话 又行 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诫密 守我一切的律列 我就不将 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 是医治你的 听起来 很多人读经读经 他没读到重点 促写经 他都是要把那个 不好的东西 夹到他身上 而好的东西 他就不接受 而这里的经文呢 人们就是 刚好把那个不好的东西 夹到他身上 比如说 你不听神的话 你不遵守戒因 神就 如果你亲神的疾病 是不是 那神就不将 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然后人们就理解为 你看 疾病是神来的吧 疾病是神 加在你身上的吧 你为什么生病 因为疾病是神 加在你身上的 那你为什么生病 肯定是因为 你没有真心神的疾病 所以神把 加在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是不是 你会发现 人们读这里的经文 他把这个不好的东西都读进去了 而这里的经文 一节的经文的重点 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 这里经文的重点是 因为我伊和华是 医治你的 这才是重点 你必须要精准知道 既然 以后华是医治你的 那么他不可能 又是把疾病 加在你身上的 明白吗 难道他一边又医治 一边又把疾病 加在身上 疾病也是从他那里来的 医治也是从他那里来的吗 那不是 自相矛盾的吗 所以 这一节的经文 他的重点 难解之处 就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 今天很多的解经家 很多的牧师 很多的神学家 都把这个西伯来文的主动动词 是不是 应该被翻译成允许的 准许的 结果他翻译成 知识和使动的词汇 知识和使 这个 知识和 知识和 使 和使 使动的词汇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 这里说 我就不将 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其实 西伯来原文 它是一个允许时代 明白吗 它不是一个知识时代 不是一个知识时代 也就是说 那就 如果是允许时代的话 那就不是神干的 如果是知识时代的 是知识 直接 直接 干 直接是 知识时代 那就直接就是神干的 所以 它的原文 不是知识的 就是不是神 直接干的 就是说 这个和和本翻译的 我就不将 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这个翻译是错误的 你明白了吗 所以另外 所以另外有一个一本 像杨氏经文 汇编的作者 这个博士 他是非常杰出的 西伯来原文写家 原文写者 那在他翻译的圣经 的解读 以及译本里面 就清楚地指出 这个西伯来文 就是出埃及记 十五章二十六节 这里的正确翻译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哪样呢 是我就不允许 那些 我允许 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看到没有 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 是神允许的 但是这个允许 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 那神就不允许 加在你身上 那可能你就要问了 那为什么神又允许 加在埃及人身上 来办疾病 因为埃及人 他活在罪里啊 活在魔鬼 和权势之下啊 他自己选择犯罪 自己违背律法 自己背叛神 那就被谁偷窃 杀害 明白吗 换言之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神 只不过是 允许他这么干 就像他犯罪一样 神允许他犯罪 就像他生病一样 神允许他生病 那么 这一切都是 他自己的选择 明白吗 他背叛神啊 他不听神的 不信神的 他选择听魔鬼的 选择犯罪 选择生命 那是他的选择啊 但以色列人不一样了 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神给他立约 让他们遵守律法 所以我已经分享过 律法是最低底线 明白 律法下面 律法外面 就是魔鬼 就是疾病 所以遵守律法 律法是最低底线 对你是保护的 那么 以色列人与埃及人的不同之处在于 以色列人是信靠神的 埃及人是不信神的 以色列人是被神拯救的 听神的 而埃及人是听魔鬼的 不接受神拯救的 以色列人是与神有约的 要遵循这个律法的约 那么埃及人是没有约的 所以以色列人神就不允许这个疾病 在扎在以色列人身上 但埃及人由于他不信神 他又没有被神拯救 他又没有律法的约 所以他们犯罪 他们活在魔鬼的 这个黑暗权之下 那么魔鬼攻击他 那他犯罪 魔鬼攻击他 是不是 这个神就允许发生的 你要看到 是神允许 不是神干的 就像你今天中午吃米饭 晚上吃面条 这是谁干的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神当然允许你啊 你说你要吃米饭 神说不行 不能吃米饭 必须吃面条 是不是 同样的 所以这一切都是选择 你会发现 埃及人他选择 听魔鬼了 选择被魔鬼谎言欺骗 选择犯罪 最终他就不能被神拯救 被神保护 然后这个疾病就夹在他身上 那么为什么说神允许呢 因为神要尊重人的 自有一志 就如同亚当夏娃一样 神不也是允许他犯罪的吗 可是前提是神已经说得很清楚啊 是不是 那园中那分别上了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是你看到羊的夏娃不也吃了 那神并没有说不允许他吃了 说明一件事 神尊重人的选择 尊重人的意愿 那当人自己要选择的时候 神并没有强制要求你 不准这么干 是不是 但是神会把这两条路 清楚的摆在你面前 一条是生命的路 一条是死亡的路 那你愿意听神的 选择生命的路 自愿的 自发的 自动的 心甘情愿听神的 你就被保护 这个时候 如果魔鬼想要把疾病加在你身上 这是神所不允许的 明白 但是你不听神的 你就听魔鬼的 你就听罪的 你就要走这条死亡的路 那魔鬼把疾病加在你身上 那是怎样 那就是神允许的 神尊重你的意志 尊重你的选择 他不能强制要求你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西夫来原文 这个初爱纪的15章26节 它是非常重要的是 允许时代 允许时代的话 就是说不是神干的 但是神允许神尊重你的选择 但我要重点强调的是 当神与以色列的这个约 神精准定义 他是谁 是不是 神精准定义 我是以后华 我以后华是 医治你的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这就说明一件事 那既然是神是医治你的 神就不会主动把疾病加在你身上 那换言之 前面这个翻译 把疾病加在你身上 不加在你身上 这个加在你身上 这就是错误翻译 明白吗 你不要说 啊 神明是圣经还会有错啊 是不是 你怎么能讲圣经有错啊 弟兄姐妹 我这里讲的是 这个和合本 翻译的有错误 我没有说圣经有错误 圣经原文 圣经是绝对的权威 没有任何错误 但是他的翻译的译本 因为人的神学思想 因为人的知识 因为人对神的认识的不同 和局限 他有翻译错的地方 在所难免 是不是 所以听说你们 这个地方就很明显 就是翻译的错误 但是他圣经的原文 希伟来原文 他就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把它翻译成了 成了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知识时代 就是说直接是神干的 疾病就是神 加在你身上的 所以你说这样一个翻译 害死多少人 有那么多的人 生病了以后 教会到牧师 然后长到学 去探访他 都说疾病是神 夹在你身上的 你肯定是犯罪啊 你肯定违背建立的 你肯定哪里没有做好 所以神把疾病 夹在你身上 是不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要认识到 这个医治的约 神怕不是把疾病 加在身上 首先我们要推翻 这个错误的教导 那这里的重点强调的是 我医和华是医治你的 这才是神对以色列人 所谓的缘 不可能一个医治的神 又把疾病加在你身上 那不是自相矛盾吗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要看到 他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的强调 我医和华是医治你的 这个医治原文的意思 就是治愈 就是治愈 阿们 所以这个医治 他原文的意思 他是来自于神的 神是医治的神 神不是把疾病 夹在你身上的神 疾病是从哪里来的 疾病是从魔鬼来的 医治从哪里来的 医治才是从神来的 看到没有 所以人听神的 神就不会允许 疾病夹在你身上 人听神的 如果魔鬼还要攻击你 神就必须医治你 那如果你听魔鬼的 你听魔鬼的 那神只有允许 魔鬼用疾病攻击你 但是你悔改 你不听魔鬼的 你说神啊 我又不听魔鬼的了 我要听你的 那这个时候神也 谁怎样 神就必须医治你 知道吗 因为医和话 神是医治的神 所以我医和话 是医治你的 才是这个约的重点 阿们 才是这个约的重点啊 这是神的一个 医治的约啊 白纸黑字 是医治的神经啊 固定在这里啊 可是很多人读神读神经读神经读神经 把这个给读没了 他是把神把疾病夹在你身上 把这个读出来了 看到没有 很多人去探访也好 服务师也好 给人祷告也好 讲还讲道也好 他都是讲 神把疾病夹在你身上 疾病是神夹给你的 是恩典的病 神要管教你 你太骄傲了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太自私了 你这个人犯了太多的罪 你怎么怎么 所以神把疾病夹在你身上 是不是 我要跟你说 完全搞反了 所以这样的翻译 以及这样的传讲 害死成千上万的基督徒 都不止啊 无数的基督徒 活在这个错误的教导里面 被疾病攻击 而且还是 以神的灵力 神加过来的疾病 被疾病攻击 合法的攻击 一直被搞死 悲惨的那天世界 最后说 神把他结果天降 是不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们说疾病是神让你学功课的 疾病是从神来的 疾病是神加了一身 结果你会发现 他又要去看医生 他又要去打针 他又要去吃药 他又要去做手术 你说说看 多么自相矛盾 既然疾病是从神来的 神要让你学功课 那你为什么还看医生呢 你为什么还吃药呢 你为什么还做手术呢 那你不是跟神唱反调吗 既然疾病是从神来的 那医生也好 护士也好 他们用医疗手段 医疗设备 这些给你要使你恢复健康 使你得医治 那他们不是违背神的吗 他们不是与神作对的吗 你想想看 最小矛盾不 既然是神 疾病从神来的 为什么神要让你学功课 为什么你又开医生 又没看好 最后功课又没写到 最后悲惨的离开世界了 你看太多的别人 是不是 所以你在我们的话 事工当中 你会清楚地分辨 这些错误的教导 它都不是从神来的 都是因为人 错误的解经 错误的翻译圣经 错误的解释圣经 一致形成错误的教导 形成错误的传统 世世代代 对基督的教会 形成偷窃杀害 毁坏 你看到在末后的时代 这个真理被恢复 非常重要 你看到神在我们的 事工当中 画的事工当中 这些真理的恢复 非常强大 非常全面 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跟你说 神给我们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相信我最少一百岁以上 甚至活到一速再来 相信不相信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不是这样 我要是 如果不是这样 神把这么多真理给我干 这么多全辈的真理 全面的提示亮光 神给我我得到了 我对着这些干 你要清楚的看到 既然神把这些真理给我们 亮光给我们 神肯定要祝福我们 使用我们 使我们祝福更多人 阿们 既然神把这样真理给我们 神就必定帮助我们 人能把我怎么样了 一个话帮助我们 人能把我们怎么样了 神能帮助我们 魔鬼疾病又能帮我们怎么样了 是不是 所以你不用害怕 任何人对你的认罪和控告 任何疾病对你的攻击和骄扰 只要你有真理 你必定强大 必定得适 好 我给你分享个见证啊 弟兄姐妹 我给你分享个见证啊 有个姐妹啊 他一直在听我们的讲道 今天刚发的这个见证 非常宝贵啊 我看了以后 我是非常的感动 我向神感恩了 好 这个节目 你看他分享的见证是这样 他说 陈牧师你好 我分享一些宝贵的见证 首先 是我江苏八十六岁的母亲信主四个月 大量听道 他的母亲信主才四个月啊 你信了多长时间了 你看他大量听道 听谁讲道 肯定是听陈彼得牧师讲道了 是吧 哈哈哈哈 自己怎么样 看到啊 折磨他很多年的内风湿 以及其他疾病 全部消失 你看才信四个月 天天听我的讲道 折磨他那么多年的内风湿的疾病 其他疾病 全都消失 你要知道 内风湿疾病 在医学上 是根本没办法根治的 就是吃药也仅仅是为了控制 但是控制不了他了 是不是 他吃 他听道 大量听道 四个月 信主才四个月 大量听道 完全都一致 接下来说 吃了多年的药 早就停了 阿门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家都没找我祷告 这个姐妹从来没有说 陈牧师给我祷告一下 陈牧师给我妈妈祷告一下 陈牧师你有时间没有 帮我妈妈祷告一下 他从一次没叫过 然后你看到怎样 他就说 接下来他说 前两个月告诉我 我也告诉我 他离不开播放器了 他买了个播放器给他妈妈 他妈妈天天听 早上一听 晚上一听 是不是 接着他说 现在还能给别人按手一致 看到没有 他妈妈自己不但得一致 他那个天天听道 听播放器的道 他自己不但得一致 还能给别人按手呢 才四个月 你看我们基督徒 在宗教里面 在错误教导里面 传统教导的下个人 也不是四个月 你四十四年 也不敢给别人按手啊 是不是 四十年的人都不敢给人按手呢 还给人家祷告 自己的病都好不了 还给别人祷告按手 你看这个 这个姐妹的妈妈 八十六岁了 人家四个月就得一致 各样疾病得一致 然后还能给人按手 这从哪里来 我又问你 怎么得一致的 怎么会还能给人按手 这不就是从神的话而来吗 不就是从听道而来吗 信道是从听道来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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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天天听真理的道 天天信真理的道 他里面就建立信心了 他里面一有信心 一强大起来 疾病 刷刷刷刷刷 全都离开 全都撤退 是不是 当他自己得一致 自己好了 他就有强大的信心 谁有病 他就能给他按手 连八十六岁 神都要用他 我现在是跟你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到这个简单 接下来他怎样说 接下来是讲到他的嫂子 他说我嫂子要上班 听道的时间不太充足 他妈妈一直 妈妈不上班 听道的时间充足 是不是 嫂子上班听道时间不充足 然后怎样 但身体也恢复的很不错 气色睡眠都好了 看到没有 你只要听到你都会好 因为神的话语会进到你里面 神的话语会固定在你里面 阿们 接下来还有见证 见证可多了 成都这边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姐妹 以前是传统教会的 因出了一些事情 下来不敢信音速的 你看 在传统教会里面 聚会信音速 出的事情下来都不敢信的 你看不敢信的呀 然后接着说 他从头到脚一生病 从头到脚一生病呢 我给他按手 祷告后 分享陈牧师的讲道 他很单纯的接受了 大量听道 干活也带着不放气 睡觉都不乖 领受了方言 被世民充满 一天您三次圣餐 不到一个月 全身所有的疼痛 全部消失 腿上 消肿 关系灵活 长期的失眠 多梦都得一致 开心的 不得了 现在这边姐妹 看到没有 这个见证厉害不厉害 这个人信耶稣 信的一步 下来出了一些事情以后 下来都不敢信的 都不信的 然后我们的姐妹 去跟他祷告 跟他交通 好到以后 让他听到 他天天听 听了一个月 各样疾病都消失 是不是 天天你生餐 白天也听 晚上也听 干活也听 所以身上所有疼痛都消失 腿上的肿也消失 关系灵 也灵活 失眠 这些做梦 这些东西 全都得一致 是吧 这是一个见证 你看到啊 我跟你分享 这姐妹 见证爆发呀 这都是从听到来的呀 从神的话日来的呀 不是从我来的 我俩也这么点 我就是个器皿 被神用的一个器皿 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 带到基督里 带到他的话语里面 固定起来 这是我的使命 这是我要干的 好 接下来呢 七月 他的丈夫 讲到他丈夫了 另外就是我的丈夫 他的丈夫 是姐妹 这个姐妹的丈夫 他说我的丈夫 他是无神认 而且很反感 一切的信仰 因此我偷偷信耶稣 四年他都不知道 这姐妹也有智慧啊 他不给他带我针电 是不是 无神认 而且反感信仰 那就自己信别 偷偷信别啊 七月中行 机会来了 他出现偏头痛 痛了几天 准备要去医院检查 我说 信耶稣可以给你摸摸 就是按手 他抱着试一下的心态 接受了 我抹游 祷告 立马得一致 看到没有 抹游 祷告 立马得一致 他看头痛 好了 这个偏头痛就好了 当时就好了 就叫我给他祷告 耳朵 耳朵后面长了一个包块 有花生那么大 这个比较危险啊 对 接下来怎样 他说 当地人称之为养子 之前叫一个由祖传秘方 专捏 专捏养子的人给捏了 没好 有两三个月了 本来很硬的 抹游祷告后 第二天就软了 但是包块还在 我叫他每天 自己抹游 揉揉 开始他说 很臭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也没在意 就说是天心热 头上出汗 没洗干净 又过了几天 我查看包块状况 用手揉一揉 他叫我闻一下 哇 手上留下那气味 恶臭无比 感觉受不了 摸一下头发 你其他地方没有气味 我就明白了 那包块长了几个月 里面有细菌毒气 奉医苏的名 我又抹游 一边揉一边反复说 奉医苏的名 毒气排出来 祷告完了 洗手 洗手液洗两次 气味都没洗掉 又用牙膏再洗一次 才洗掉 很实其妙 一天一天气味 越来越少之后 包块和气味 完全消失 一直都散感信仰 经历了一日 他说认可耶稣了 是不是 奇妙的现在 这个刚硬的 无险那让他 信仰度那是不容易的 你再给他 传福音 你再给他 说教 你看 讲半天 他都懒一心的 他反感 这是很难传进去的 你看 当他经历一出的 一致 他就相信 他就认可了 明白吗 还有我弟弟腰痛 给他远程祷告得一致 太远程祷告了 说 有个人喉咙不舒服 几个月了 说话禁食 有点受困扰 医院又检查不出 少毛病 给他抹油祷告 立刻得释放 感谢主 荣耀送赞 归给神 哈利路亚 谢谢陈牧师的 心情付出 正确教导 我们才能 蒙福得深 完毕 见证完毕 弟兄姐妹 这个见证强大不强大 这个姐妹 天天听我们讲道 他信耶稣才四年 偷偷信的 所以他后来 接受我们的讲道以后 他天天听了 他妈妈 首先蒙福 赢他 你看到没有 他明白真理了以后 他信心就 就坚固了 神的话又固定在他里面 是不是 他的信心就开始成长 开始坚固起来 然后他成为他妈妈的祝福 成为他嫂子的祝福 成为他这个 教会的那个 姐妹的祝福 也成为他丈夫的祝福 成为他弟弟的祝福 阿们吧阿们 神是一致的神 他立了一致的约 他这个语言里面 清楚说 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他不是把疾病 夹在你身上的 好不好 你不要看错了 神医治你的 这个语言 你没看到 这个不是把疾病 夹在你身上的 你认为老是把疾病 夹在你身上的 你这就完全信反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那些信反的人 他就得反效果 就被机密攻击 那你信的对呢 以后华 神是医治你的 你就得正效果 神就医治你 阿们吧 神不但医治你 还医治你妈妈 医治你丈夫 医治你孩子 医治你兄弟姐妹 医治你的家族 医治你的亲人朋友 你遇他的人 你只要愿意分享 他愿意祷告 你都能够给他按手 你叫他听到啊 你叫他祷告啊 他都必得意志 他无神论 他也得信耶稣 他不信呢 以前不信的 信着信着他不信的 因着你才信呢 这就叫信的正确 活的正确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 见证里面看到原则 是不是啊 这个原则就是当神的话语 被正确的传讲 你必定活出 神医治的大内 神是医治的神 所以他立的约 是医治的约 医治的约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生命纪的 第七章十二到十五节 生命纪啊 七章十二节到十五节 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经文 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 谨守遵行 也可话 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 所骑的事 守约师辞 你必须要知道 神立约了 所以神要守约的 跟我说守约 刚才我上来就跟你讲过 这个话说了以后 口罗承诺还不够 必须要通过协议合同的方式 把它固定下来 是不是 这是做生意啊 固定下来以后 就不能再犯悔 是不是啊 所以神他固定了 他是医治的人 这是一个约啊 所以他必须要守约啊 阿们吗 所以神是 神是信使的神 神是守约的神 神是慈爱的神 是慈爱的神 那么你所信的神 是不是这样一位神呢 如果你是这样信的 那么神必须守约 是慈爱 如果你不信 那就不是神的事 那是你自己的事 是不是啊 这个合同已经立下来了 学习协议已经固定下来了 但是你不听呢 你不信呢 那你就备办合同啊 那你就要负责任了 负贷 所以神守约是慈爱 接下来他说 他必爱你 赐福于你 使你人数增多 也必在他向你列祖 启示 应许给你的地上 赐福于你所生 你身所生的 就是你的儿女 所以在这个约里面 你的儿女都是蒙福的 地所产的 就是你 你种的地 你种的蔬菜 水果 种的五穀杂粮 粮食 这些都是蒙福 并你的五穀 辛酒和油 是不是 这都是你的地里所产的 都于蒙福 所以你蒙福蒙福 怎么蒙福 你不能天天躺在床上 坐在家里 神呐祝福 天上掉牵笔呢 不是这么回事 神祝福是有原则的 他做事是有方法的 不是你是他设立的方法 不是你设立的方法 是不是 如果你认为啊 我坐在这儿神呐 我倒到倒到 天上掉了牵笔 那大家都这么干 不是世界打烂了 那神还造地球干啥 神造花草树木 飞行走兽 造这些 造半天 交在人手中干啥 教人的智力管理 干什么 亚当海修理看守呢 在伊甸 亚伯拉罕放牛放羊呢 是不是 伊萨还种地了 雅各还白天晚上 都要盼管羊群呢 都是透过这些工作 看能不能要神赐福给你的 明白吗 那么你要蒙福 你想要蒙福 你得生孩子吧 你想要蒙福 你得种地吧 阿们吗 你不种地 你怎么蒙福 也就是说 你不行动 不治理管理 你怎么蒙福 这些治理管理 就是工作也好 这个事业也好 都是你治理管理的方法 阿们 你看神就赐福给他们 对不对 这是地所产的 接下来是牛犊羊羔 一斤牛犊羔 你必蒙福 胜过万民 你们的蓝女 没有不生养的 深处也没有不生育的 十五节说 一会儿必是一切的疾病 离开你 你所知道 埃及各样的恶极 它不加在你身上 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 所以这就是圣经 他翻译的事 老师认为是神讲的 其实是神允许的 不是神讲的 这不是治世世态 是允许时态 明白吗 所以随着这个 解经 对圣经原文的研究 对解经的这个 更加的精准 所以我们看到 原文它体现出来的是 神的允许时态 神不允许 把疾病加在一身上 是不是 这是神的不允许 神允许 叫他的允许 也就是说不是神直接干的 就是这个病是魔鬼的 但神不允许他 再攻击你了 你就这样 你就被保护了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这里就白纸黑字 让你看到 神与以色列人立的有约 这个约里面包含的有医治疾病 啊 医治疾病 那么弟兄姐妹 可能你会说 那这个跟以色列人立的约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这个关系就大了 你记住 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 这个蒙福的这一块啊 医治的一块 救赎的一块 祝福的一块 都与我们有关系 怎么与我们有关系呢 透过一个人 叫 亚伯拉罕 再透过亚伯拉罕后面的一个人 叫耶稣基督 啊 好吧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罗马书的第二章 时间关系啊 我们再看最后的经文 今天晚上就要结束了啊 罗马书第二章的 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罗马书第二章 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啊 你看这里说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隔离 也不是真隔离 唯有里面做的 才是真犹太人 真隔离也是心里的 在乎灵 不在乎意外 这里的称赞 不是从人来的 还是从神来的 这里告诉你一件 是 以色列人犹太人 是外肉身 收隔离 肉身 收隔离啊 但我们是 灵力 收隔离 我们不是肉身 收隔离 我们是灵力 收隔离 所以你要清楚知道 亚伯拉罕 他不等是 犹太人的父 他也是怎样 他也是 音信称义之人的父 所以 亚伯拉罕受的这个 隔离啊 听众姐妹 他是在 因信称义 看到没有 在受隔离之前 他就被神称义了 明白了 在没有受隔离之前 他就被神称义了 你要明白这个意思 所以在他受隔离之后 他仍然是被神称义了 这就说明一件什么事 说明一件事 他在没受隔离之前 他就被神称义了 他就要做一切 为受隔离 而信之人的父 就是我们这些 没受隔离了 我们应证亚伯拉罕 是不是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了 音信称义 我们相信耶稣 对不对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我们没受隔离 那么他 他在没受隔离之前 就被神称义了 他音信称义 阿们 所以他就成为我们的父 是不是 那么同时 他又受的隔离 也就是说 又成为那些 是因受隔离的人 做了一个受隔离之人的父 就是以色列人 我讲得清楚明白吗 所以我在这里 要证明的是什么 听众姐妹妹 我在这里要证明的是 神医治的约 是给犹太人的 也是给我们这些 信耶稣的人的 阿们 因为我们 外邦的人 这些信耶稣的人 与犹太人 这些受割裂的人 都有一位 共同的父 叫亚伯拉罕 哈利路亚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自身 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 所以神托给亚伯拉罕的后遗 给这个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这些福分啊 每一个福分 是属于以色列人的 也是属于我们的 阿们 因为他是我们的父啊 信心之父啊 看到没有 所以更进一步证明一件事 耶稣基督 也是亚伯拉罕的后遗 那么耶稣基督呢 是照着衣食 承受产业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应许是什么应许的 就是神对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些约 包括这些拯救的约 医治的约 祝福的约 这些约的所有的果效 所有的产业 是属于耶稣的 也是属于我们的 所以最后他的智行 就是在耶稣的身上 都有完全的智行 透过耶稣进食之下 耶稣受兵上我们得一致 耶稣留学洗击我们的罪 耶稣我们在十三下而死 这样的得以智行成就 弟兄姐妹 立定的新约 神完全的成就的他的约 固定在 白纸黑字固定在圣经上 同时呢 也是固定在天上 耶和华的话 安定在天 存到永远 这个拯救的约 这个医治的约 已经固定 已经成就 永不改变 阿们 所以今天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 你知道你的责任是什么吗 你的责任就是要让神这个 立约的 立的这个约 固定的这个约 固定在你的心里面 固定在你的灵里面 固定在你的魂里面 固定在你的身体里面 阿们固定下来 你不要再遥遥来来 你不要再东听西听啊 三心二意的人 什么也得不到 你说那陈牧师 我要不要看医生啊 看医生也是可以的 在以前你是把这个约固定在你心里面 这样你就算是看医生 神也使用医生 一直祝福你吧 阿们 如果你没有这个约固定在你心里面 看医生也没用啊 是不是 你要明白真理了以后 你会发现神会用万有为你效力 医生也是为你效力的 医药也是为你效力的 啥都为你效力的 你怎么选择 怎么相信 就怎么成就 阿们 前提是你相信神医治你 前提是你相信神医治的约 前提是让这个医治的约固定在你里面 是也不是 如果是的话 这个约固定在你里面 外面的方法怎么彰显 那都是你说的三 方法怎么彰显 不是重要的 不是多重要的 这个约 这个真理 这个道 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信心 从约 从真理 从道而来的信心 信念 才是最重要的 阿们 好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 听明白了吗 所以 这个医治的约固定在我们里面 固定在我们里面 把它固定下来 每一个神的儿女呢 在这样的约里面 你被建造 你被兼顾 那么你必真正的活出 神对你的医治 好 听明白的家人们 喊阿们 你说的家人们 喊阿们 相信的家人们 喊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哈利路亚 好 弟兄姐妹们 举起我们的双手 无论你在哪里 现在我邀请你 举起你的双手 奉耶稣的名 来祷告 我祷告 你喊阿们就行了 好 准备好了 把手举起来 来 我来祷告 天父 我感谢你 你是 医治的神 你已经立下了 医治的约 这个约 已经固定下来 安定在天 成道永远 现在我们这些孩子们 我们的思想要更新 我们不再接受 任何 与你所固定的约 不一致的 任何其他的声音 任何其他的教导 奉耶稣基督的声明 就是现在 我要奉耶稣 对我们相信 承认和宣告 神是 任何化 神是医治的神 这医治的约 属于我们 属于以色列人 也属于我们 耶稣已经为我们 成就了医治的约 已经立定了新约 耶稣受别人上 我们得医治 奉耶稣的名 已经成就 已经属于我们 就是现在 我要奉耶稣的名宣告 一切的疾病 都不属于神的儿女 一切的疼痛 症状都不属于神的儿女 奉耶稣的名 我要宣告 每一个神的儿女 只硬经在神的约里面 只硬经在 耶稣的医治里面 不再被任何的症状 任何的疼痛 任何的疾病 任何的感觉 任何仇恶的搅扰 所欺骗 所吸引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名 这医治的约 坚固在我们里面 坚固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医治的道 医治的真理 医治的信心 坚固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坚固在我们的心智里面 坚固在我们的情绪里面 坚固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坚固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里面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名 从头到脚 都是健康的 每一个神的儿女 每一个身体 都是圣灵的圣殿 奉耶稣的名 都是健康的 从头到脚 都是健康的 从里到外 都是健康的 耶稣已经医治你 你就是健康的 你的身体 已经是健康的 医治是属于你的 健康是属于你的 强壮是属于你的 任何疾病都必消失 任何症状都必离开 奉耶稣的你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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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得一致 完全的健康 属于每一个相信的人 属于每一个 把神的约固定在你身体里面的人 固定在你心里面的人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神就在你身上 奉耶稣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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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是您充满你 是您恩高你 是您的大能 充满你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你 奉耶稣的你 完全健康 完全一致 活在神的约里面 荣耀归给天父 奉耶稣的身体 阿们 阿里路亚 神啊 活动一下 检查你的身体 你会发现 你浑身轻松 弟兄前辈 都活动一下 动一动 动一动 活动活动你的颈椎 活动活动你的腰 活动活动你的手 奉耶稣的你 动起来啊 感谢天父 你会发现 你浑身轻松 你会发现 你的心情也好了 你的眼睛都亮了 你的浑身都舒服了 你的心口都轻松了 你的浑身都有劲了 浑身都充满力量了 每一个细胞都被激活了 浑身都在改变了 阿里路亚 谢谢耶稣 耶和华神 是我们的天父爸爸呀 他是医治的神 阿们 他医治你 这个约固定在你心里面 从耶稣的声明 阿里路亚 荣耀归给天父爸爸 阿们 听到啊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必成为耶稣 荣美的见证 就如刚才我所分享的这个节目一样 他成为耶稣 荣美的见证 你也必定如此 阿们 所以鼓务定你要天天天信真理的道 不要再摇摆 不要再改变了 这是神给我们真理的道 是我们一生要听的 要信的 要坚持的 不要改变的 所以真理是要坚持 一生都坚持 当你一生都坚持真理 真道 你必定蒙福得胜 阿们 阿们 阿里路亚 阿们 阿们 阿